中国领事服务网,2月3日释出信息称,根据新加坡政府通报,新加坡自2019年1月28日起,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国公民,实行双向96小时过境免签政策,即在前往第三国和自第三国返回图中过境新加坡时,可免签停留4天。 资料图 新加坡风情 有关条件主要包括 须持有指定八国中任意国家签发的有效签证,即96小时内,离境新加坡的有效续程机票,渡轮票或船票等。 根据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官网的资讯 独立国家联合体,独联体,乔治亚,印度,中华人民共和国,土库曼和乌克兰的国民有机会,享受96小时过境免签。 VFTF政策 符合VFTF条件的过境旅客,需同时满足现行入境要求方可入境新加坡。最终是否可以入境? 由入境处的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ICA官员断定。 新新国际资料图 新加坡风情 在前往第三国家,或从第三国家出发,需过境新加坡时。 符合以下条件的印度和中国公民,均可享受96小时VFTF。 旅客可以乘坐任何交通工具,入境新加坡。 但必须乘飞机或乘船离境,且必须持有96小时内,离境新加坡的有效续乘机票,渡轮票或船票。 且必须持有八个国家,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日本、纽西兰、瑞士、英国、美国任何一国签发的有效签证,或长期通行证。 自根据VFTF计划,入境新加坡之日算起,有效期至少为一个月,新新国际资料图。 新加坡张乙机场,持单次入境签证FJV的旅客,在返程过境新加坡时,即。 单程签证已使用定失效,也可以享受VFTF,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。 旅客直接从签发SJV的国家出发,途经新加坡,而后直接返回其所属国。 上次使用SJV后,尚未返回过所属国。 新新国际资料图,新加坡张乙机场。